好的钱包的设系或者形状 那关系到你新的一年 这个财运是否顺畅 第一名 代表丰收跟财气 那现在我们来讲 无法忘彩甚至会漏彩的设系 居然是第一名的不招财的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旺好运秘语师杨登科老师 2023年即将到临 新年有什么禁忌 有什么随身开运的法宝 今天来跟各位分析 2023年 岁次奎卯年 水兔年 水呢就是所谓的流行应勤 那卯呢就是木 就是生物 病菌 病毒 但水来生木 所以代表流行疫情 要小心应对 那一发不口收拾 第一个呢 禁止吵架跟打骂小孩 因为这个恐怕会招来呢 观送是非 那第二个呢 浸洒水 扫地跟倒垃圾 那万一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的果皮吗 我们用剪的就好 千万不要用扫的 会把财气给扫掉 那第三个呢 就是寄税午教 主要说 那税午教呢 是偷懒的象征 会影响到新的一年的事业运 那第四个呢 就是寄吃稀饭 稀饭以前是穷人家吃的食物 所以过年期间呢 这个吃稀饭呢 会触眉头 代表新的一年呢 财运会受阻 第五个呢 既关灯全关 把灯全关了 可能会让新的一年呢 这个前途暗淡 这个钱包呢 是管理财务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怎么选择好的 钱包的设系或者形状 那关系到你新的一年 这个财运是否顺畅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三个 这个黑色 因为它代表沉稳 内敛 能够聚财 又不漏财 旺财的第二名 土色 土来生金 旺财的第二名 财又聚财 不仅可以聚财呢 还可以帮你守住财富 那土的颜色其实就是 黄色 米黄 咖啡 棕色 第一名 金色 代表丰收 跟财气 那有助于这个投资 这个事业 跟财运 那现在我们来讲 无法旺财 甚至会漏财的色系 这个第四名呢 是浅蓝色 因为浅蓝色呢 在我们五行中属水 那金来生水 那浅蓝色呢 象征这个财富 可能就是 像流水一样 那一般就是流走不复返 所以代表漏财 我们来看第三名 白色 一百二穷 那也代表空空如也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名 是粉红色 有桃花的单身女性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这种颜色呢 聚财能力差 容易这个善财 再来我们就要来看 第一名 红色 这个红色不是很喜气吗 不是很招财吗 怎么会说 这个红色的居然是 第一名的不招财的呢 红包多半是 要送给别人的 那这些钱呢 都不是自己的财富 因此也留不住 所以第一名 反而是这个红色的钱包 第一个就是 新钱包呢 放这个钱母呢 或者是招财富 那我们可以放这个 一千块的新台币 当做钱母 那这一千块呢 不要花掉 象征的这个钱包里面 随时有钱 招更多钱财 让你小钱升大钱 第二个呢 就是钱包里面 摆放要整齐 应该是要方向一致 花钱呢 要把这个旧钞呢 先使用掉 然后呢 让这个钱包呢 保持整洁干净 第三呢 钱包要长方形 受气的能力 就会比较高 避开不规则状和圆形 因为呢 这个气流 财气会散 会比较混乱 那第四个呢 钱包的格数是要双的 好事要成双 双才让你财更旺 水跟木是 2023年开运的元素 那易经数字1跟6的结合之后呢 会引动水的五行磁场 而绿色呢 是属木 所以呢 我们可以将绿豆树木 一棵跟6棵 分别用红包袋装起来 放在左右的口袋 或者是一起放在这个包包里面 引动 好运的这个水跟木的这一个磁场元素 让新的一年 好运全开